回到霸奏當歌 我們今天七日嘉賓有李懷銘議員 就是雲道堂的發言人王先生 我想說回剛才說的話題就是 政府要推行私營骨灰鵝 現在有發牌制度 去面對很多的難題 我記得曾特首之前就說過 希望18區都應該有骨灰鵝的供應 給大家市民的 希望不要大家各自自掃門前說 但都好像遭到區議會的很多反對聲音 李議員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他根本上 他主要推說18區區都有 就想帶出一個訊息 你們這些人不要亂反對 區區都有不要在那裡吵 但實際上說而已 真是落到規劃地方來講 不是那麼多地方可以讓你用 做私營規範牆 就算政府做牆 都有市民反對的 附近的居民一樣反對的 所以我想不忘記18區區區有這件事 現在問題是哪裏能夠大量做 沒有那麼多人反對 政府就拍板去 問題是政府放多少資源下去 去穀行做這件事 大家政府放得地味呢 我剛才說了沙嶺的地方 對 和俠石還可以的 和俠石其實呢 它有些地方是荒廢了的 它是預備土葬 它可以拿回來做這個規範牆 所以和俠石其實仍然有發展空間 當然你全部丟掉了北區 那北區區議會的那些議員就會說 是否搞錯 和俠石已經很大了 你接下來就加了四萬多位 其實政府還可以說再加多幾萬位 利用和俠石現在的土地 其實我覺得和俠石是對的 就是大型 大大展和俠石 你環境都在那裡 你繼續起 就是當然了 多一些人和很多人 就好過你完全不去做 那我覺得 譬如和俠石 沙嶺這些呢 我覺得反對的聲音會比較低 尤其那些附近的居民 就不跟你扔到市區 是不是 中西區你扔到哪邊 南區你扔到哪邊 是不是 東區你扔到哪邊 人樓也會扔的 那你放在哪邊 所以我會看到 政府應該做到的那些 盡快去做 但現在都是立 我不知道是否是否換政府 那些局長都不知道是否自己做 那些署長我就不知道 局長就一定換的 那變成可能這些東西推得慢 那就是諮詢完了 我們就希望去 因為要立法 立法就說下一屆立法會來 就是等今年九月選一個 新一批立法會 那就希望盡快法例來 然後去通過它 因為你發牌也有一個寬限的 就算哪一間不合法 但你不會馬上釘它 你還要給他十八個月 他都要寫了 還要給他十八個月去走 你想想如果真的做了事情 上軌道的話 市民真的等得很深刻 所以我們市民呢 好像有很多人 你們立法就有時期限 可以這樣去 九月立法會 新一屆成立之後再決定 但是現在目前每一天 都可能有一些人來 要找骨灰陰 那怎麼辦呢 他們唯一可能找私營骨灰陰去幫 但是現在一個法牌的制度 又立法還未規定 變成大家這個中間 這個空隙如何去處理呢 你問得很好 市民問我問我 我都不敢說 你應該去買哪間哪間 我真的不可以說 將來這間是否必定有牌發呢 發得到牌子呢 發不到牌子怎麼辦呢 你找我找晦氣 我搞不定 我負責不了 所以我只會說 你保持得住 其實現在很多臨時放在那些鏈狀商 就是那些紅磡呢 很多殯儀 殯儀 東華那些殯儀 不是殯儀商 那些殯儀商 現在殯儀商是一條龍服務的 包括你去寧堂 包括你去排期火化 然後臨時那些骨灰 跟你找個袋放在他們那些地方 那你就繼續抽籤 和合石推了幾萬個 你就抽到你去了公營那個 如果你是打算公營 私營的 那我會覺得你等法牌了 Albert 你們業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你怎麼看這件事呢 其實政府它說說 有譬如沙嶺 或者很多地方 他們是一個 大家是很indicative 大家是跟當區區議員 大家是傾傾 就很初步的 就算交通的評估 或者是說還評都未做 也就是說 那個城市計劃的申請都未做 那現在已經積聚了 有這麼多的人是想上位 沒有上道 政府接下來 只有四萬幾個 接下來 越來越那個供求是失衡的 它立了法之後 假如從這個方向立法的話 只會是越來越少位 不會越來越多位 不會因為立了法 突然之間過城規會 起歸歡音 行了 很容易過了 不會 那立了法之後 有一些私營的歸歡音場 如果被人檢控的 現在檢控了 我覺得是應該的 有危險的 不應該獲豁免的 也都應該停下來 因為人命有關 正方下來的 如果因為規劃 或者一些是 不是人命有關的原因 但已經擺了去 它凍結了 就會利用那個資源 沒有善用到 我覺得它可以考慮一下 用很多年前政府 我不知道有沒有經歷過 就是那個賓館的發牌制度 大家發覺當時 香港是需要賓館 又有火燭 又有危險 那怎麼辦呢 大家不要說一些 儀式上的事情 重點 說的是建築物的事情 說的是安全的事情 說的是防火的事情 先做好 接著有一個 聖精神 你盡量去 補充其他事情 OK 有一個 如果你還是不能夠 補充的話 你能夠符合所有 安全的條件 你就繼續經營 不行 你就要刪除它 不做 而不是一邊說這個規劃 或者土地的規劃 但根據那個申請牌子的規定 其實私營骨灰陰 是需要符合城市規劃條例 和建築規劃條例 裡面的安全條例 其實根據去年 我們花完街大火之後 很多香港市民都比較擔心 一些舊樓的消防安全 走火通道等等這些措施 其實很多私營骨灰陰 有部分都可能是樓宇 或者是公下的區間 可能都會受到牽連 李議員 你怎樣看這件事呢 我看回資訊文件 如果那塊土地自己擁有的 你批給你機會大些 你租的話 因為牌子五年 立即建議五年 就會續期 如果你的租約很短的話 我想政府也不會批牌子給你 你不是擁有這個儲所的話 你能夠發牌的機會有可能低一點 你剛才說的 其實是兩套規範 一套就是土地和城市規劃的容途 剛才Albert就說 去宏道堂 它可以符合環保 符合建築 符合消防 什麼都符合 我講第二套 這個是規管 但是第一套就是土地用途 宏道堂那個地方 就認為 政府就會認為 那個位置是不可以做骨灰處所的 當然他們說是宗教 用宗教搞 這些是可以的 但是政府仍然放它在表儀 目前這個階段就放在表儀 所以那當然是兩套 土地的規劃用途 那個就是一個整體用途 不會塌屋死人的 因為你去畫這個 做什麼 但是如果給你在那裡做這個 軍方陰場 就消防了 建築物了 走火通道 消防處和屋宇處 就要來看了 等於你食肆發牌一樣 你做酒樓食肆發牌 一樣會有屋宇處 一樣會有消防去看 你那些 你那些 還要看你那個 油煙 那這個其實 不符合建築 不符合消防 那一次 你就算符合土地用途 都不行的了 這個一定不能做 這個是肯定的 現在就是 不符合土地用途 不符合規劃 但是你什麼都符合了 現在好像 我想就是講Albert的說法 將來如果發牌的時候 這一堆類似同類的處境 這些 那怎麼辦 很大不大 但是他們認為 如果豁免的話 因為我賣不出去 那些美股的位置 你不讓我繼續 變成凍結了我現有那個範圍 那他們當然說 我打開門這麼多位 沒理由就只做這幾個位 那這些就是現在 有些業界的 和政府是還有一些矛盾 但是你覺得監管上 現在所 暫時的資訊民間所 那個規定 那個建議 合不符現在的現時的需求呢 政府呢 就要無實的了 其實市場都要 他經常用無實的那個態度去看 還有有一個持續的發展 比私人軍方那麼長 而且都承認了私人軍方 是有這個市場的需要 就是政府的基本的提對 但是怎麼能夠 給他們生存的空間 有多大的空間 永遠都說平衡 他給他們空間很大 但可能是居民反對 我想政府到最初來 發牌條件那裡 都要看那個諮詢 由民政事務處去做那個諮詢 如果 學區諮詢 是的 沒錯 會做這件事 因為市民個個都舉牌 反對這裡做的話 我想政府都不敢發牌給他 這個是一個很政治的現實 當區區議會又會吵 我想政府當然是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Albert 也想問一下 我知道你們運動堂 本身都是公廈區裡面 其實你們本身 我也知道 剛才李議員都說過 你們本身是符合了安全條例 但很老實 一些以宗教的名義 其實宗教很難沒有明火的 要燒香 之而此類等等 那你是怎樣去處理 去配合其他法例 其實燒香的話 首先你應該有化寶爐 是做其他的冥響的 如果你在這個行業裡 你是需要燒香的話 你有一個複雜的一個系統 外面是正的電 裡面是一個負的電 煙就會上去 這樣會比較安全 亦都控制那個燒香的多少 不過說回李議員 另外一件事 其實現在對於規劃 是可以檢控的 對於土地不符合 可以檢控的 是已經嚴厲檢控了 剩下的那些 假如大家是沒有立法的話 沒有新的法律 他現行的 不不不不 已經是做完了 做得了就盡量做 這個資訊民已經說了 是嚴厲 已經是進行了 剩下的 你也可以問一問政府 其實你告完了沒有 我可以回答你 差不多告完了 剩下的話 那些的生存 是好像資訊民這樣說 是值得他尊重 要一個合理和相稱的方法 去處理的 我們時間都差不多 很多謝兩位 希望政府在谷恢音 這個聲音谷恢音的問題上 可以盡快解決 讓大家都可以入商求 我們希望是 我們兩位 謝謝